接著要跟各位講的事情 考試會考 就是這個世界上沒有磁單級 意思就是這個磁鐵只有N級或者只有S級 雖然Dirac的預測是有磁單級 但是我們現在到目前為止 任何一個磁鐵都有N級跟S級 沒有只有N級或只有S級 沒有磁單級 於是就會出現一些題目 你怎麼樣切怎麼樣弄 小到一個墊子 它還是有N級跟S級 N級跟E級 所以就有人會問 切開以後會怎麼樣 這兩個磁鐵 我如果直直的切一半 磁級會怎麼樣 切一半分開 兩個都各有N級跟S級 那如果我橫切呢 會怎麼樣 上面是N級的下面要升S級 底下是N級的時候上面要升N級 就變成這樣 都還是會有兩級 不會只有N級 不會只有N級 不會只有S級 所以呢 我們就有人問問 我這樣子切會怎樣 你告訴我ABC 1234 照次序告訴我 它是什麼級 比如說 NN SS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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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 這樣告訴我 照次序告訴我 ABC 1234 甲乙甲乙甲乙甲 我這樣切開來 它會是什麼級 就是考試要問的問題 考試要問的問題 他什麼級 照次序念給我聽 NNSS NS NS SN 來 帥哥22號 帥哥22 你的答案 第一個ABC出的 請你告訴我 它的級是什麼級 5 4 3 2 1 請坐 還正極 原來S S 可是左邊是S 右邊要是N N 右邊是N的 左邊要是N S 所以它的級 就變成SN SN 那如果是這樣切呢 1234是什麼級 1234是什麼級 你們班沒有14號 Number4 4號 4號沒有來 8號是不是也沒有來 8號在 解育 你的答案 多少 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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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這樣橫的切呢 甲乙秉丁定念下來是什麼 甲乙秉丁定念下來是什麼 SN SN 你們班有三四啊 新同學不是嗎 對 新同學 幾弟 NS NS 這就是考試有考的題目 來 暫停 有人問 我把這個棒狀磁鐵切成三段 有人問 有幾種磁級 兩種 N級跟S級 幾個磁級 每一個都有NS 所以總共幾個 六個 好嗎 問的不一樣 答案不一樣 OK 千科磁級 這個世界上沒有磁丹級 但是有電丹級 只有正電沒復電 只有復電沒正電的 電丹級 國二上學期最後教原子儀說的時候有提到 來 請問你 第一個問題 誰只有正電沒有復電 誰只有正電沒有復電 國二 國二 教原子儀說的時候講過了 三十一 三十一號 三十一誰啊 來 國二講的時候 誰只有正電沒有復電 請坐 這個答案給了之後 下個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直指只有正電沒有復電 那就呼之欲出了 誰只有復電沒有正電 這樣就等於是呼之欲出了 原子說嘛 十三是不是也不在 十三不在 批電五號 幾例 看到這個答案 看到前面那個答案 後面答案 就呼之欲出了 你還是要跟我講不會 請坐 這世界上沒有磁單級 但有電單級 只有正電沒有復電 只有復電沒有正電 沒有磁單級考試會考你 有一個磅狀實鐵切成三段 然後問你說 那邊是什麼棋 那邊是什麼棋 總共有幾種 總共有幾個 那你要把它搞清楚就好 這就是我們的簡單小問題 OK